心臟裂了個大縫 疼痛等級 形容痛徹心扉 得緊急開刀 但這位五十二歲男性 陽性確診 確診男子有高血壓病史 呼吸喘就醫 不僅發現腥胞膜炎 還驗出陽性確診 轉診診斷為主動脈剝離 手術時間拉長到十小時 團隊嚴密感控 全身而退 男子也順利過五十二歲生日 另一名四十多歲女子本身無慢性病 打三劑疫苗 病程變化快速 七月十號八點多就請 看似無異狀 但十一號凌晨 發現沒有呼吸 心跳 緊急送醫 PCR陽性確診CT值二十一點四 此因是心肺衰竭 新冠確診 主要是五六七月 這邊我們都感染BA點二 免疫力的部分 可以持續到 多持續一段時間 那所以專家認為說 至少可以維持到這個八月中 我國七月十四號臨時起放寬國人 及持有效居留證 以及所有來臺轉機者 搭機前得免持PCR報告 具有怕Omicron BA點四 BA點五 趁機溜進社區 但參考新加坡紐西蘭邊境政策 指揮中心認為不要太擔心 入境檢疫鬆綁零加七 將持續討論 三日新聞綜合報導